大法谷 死了一了百了 死了真的一了百了吗 这是不是就是佛教所说的解脱生死呢 让我们恭请圣业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解脱这个名词是佛教的专用的 但是一般的人会误用它 认为在现实的生活之中 遇到了瓶颈困境 就希望能够解脱 实际上是摆脱而不是要解脱 是逃脱而不是解脱 是厌倦而不是解脱 因此婚姻不顺利 希望赶快离婚能够解脱了 如果欠了一屁股的债 赶快把这个债啊清理掉 或者是有人来帮他忙啊 把他处理他的债务 他这个无债一身清 这也叫得好像是解脱 有的人呢 工作太忙 责任太重 压力啊非常大 这个时候呢 希望啊 有人来集体他一下 然后呢 或者是啊 自己干脆辞着 这样子的 也希望这叫做得解脱 这是不是解脱呢 不是的 是啊 把这个乌龟课放下 又穿上了另外一个乌龟课 这都不是解脱 比如说有人 说我要希望啊 修养一下 休息一下 你不要再找我了 我准备呢 多到台东去 花莲去 或者是多到 这个外国啊 纽西兰啊 澳洲啊 或者到南美洲去 你们不要再找我 我这段时间 一旦我死了 那他好像都解脱了 可是他到了那些地方啊 是不是解脱了呢 生活上的问题 照样的还在 暂时啊 这是换了一个环境 而心情呢 稍微转变了一下 可是呢 可是呢 烦恼的情形 心里的放不下的问题 还是照样的在 这不叫解脱 因此 因此复教 所讲的解脱呢 有两种 一种叫做啊 定解脱 就是禅定 用禅定的力量 而得解脱 一种叫做慧解脱 就是有智慧的力量啊 而得解脱 所谓禅定的力量呢 一定是啊 要有啊 要有啊 入定的功夫 从修禅定 而进入定境 所谓定境是什么 心中没有任何杂念 心中啊 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感觉 没有啊 你和我 他善和恶 恶好和坏 多和少 这些心中全部都没有 只有啊 一念 这一念呢 是不动的一念 这个时候 在心外的 身外的 乃至于心内的 所有的一切困扰 全部啊 离开了你 这个时候叫解脱 叫定解脱 但是 定解脱的人呢 出定之后 有一段时间 你还是感觉到轻松 但是出定之后 你不再入定的话 你不再修禅定的话 又慢慢慢慢的啊 你的心又去浮动 又会有烦恼 又会有知足 因此 只有在定中的解脱 定 出定以后啊 又没有的解脱 不彻底 因此有的人 修定的人呢 就希望修的 不断的在打坐 不断的在山里面 不要再出来了 在我们大声的佛法来讲 这是消极的人 不是菩萨行者 因此呢 下边有一个 叫做慧解脱 这智慧啊 的解脱 所谓用慧见 用智慧的见 斩烦恼的魔 我们心中 所有种种的烦恼 不管是来自 以心外 身外 或者是 自己内心的 矛盾冲突 这 都用智慧来关照 所谓智慧是什么 晓得 事件的 一切的现象 都是幻奇幻灭 都是临时的 有永久的空 因此呢 有了一种 知道既现象 而不执着现象 在生活之中 不受生活的现象 所困扰 这就是智慧 有这样的智慧的人 就不会啊 再受任何情况啊 受困扰 这个就是真正的解脱 因此呢 在 释迦牟尼佛啊 主张啊 定解脱是不错了 最好是 能够会解脱 但是会解脱 往往这是知见 观念上了解 设计上把握不住 道理很清楚 我听懂了 对啊 我也愿意这样做啊 可是人家给你一个耳光 你就 你为什么打我 马上烦恼就起来 因此呢 最好是呢 要 禅定的功夫 也要有 就是定功 智慧的力量也要有 这叫定慧 具解脱 当然也有一些呢 特别啊 有慧根的人啊 智慧非常高的人 他们呢 只要听到一句话 马上啊 一去烦恼 就能够 顿出物 这叫顿悟 那像这种人是不多的 因此呢 禅宗讲顿悟 就是叫做 叫做什么 叫做会解脱 会解脱的人 最好还能够修定 那才能够啊 定慧 两种都得到解脱的时候 这是最保险的 阿弥陀佛 前面 1 1 друга 2 1 2 2 8 8